凤林正名代表会7号上午举行第21届第三次地集会 代表会主席邀请到镇公所农业客进行浦丰养鸡场申请案件说明 并且代表会主席林建平还有镇长萧文龙都反对浦丰养鸡场设立在凤凰段大中路旧建英路旁三笔土地设立 浦丰养鸡场效应延烧 根据凤林正公所查证之后 也了解该公司计划在凤林镇兴建养鸡场 7号凤林正名代表会邀请了正公所表明立场 代表会以名义代表立场当然是站在跟民众一样的阵线上 以保护民众权益为优先 目前的讯息在在的显示 不分公司在凤林目前三个一定地都是经过个人的申请 那我们公所这一部分 当然它整个的申办的过程 它的申办的整个的申请人的名义 我们特别在议备会议当下 我们折成我们公所王科长 待会我们就针对我们浦丰公司在凤林设置的各项的 养鸡的议定地它整个的申办的过程以及最终的处理 到会跟各位代表做一个说明 那今天这一块的好山好水 因为一些起的商业行为 造成了很大的一些民意的一个反弹 所以说在今天我们代表会除了要让我们的王科长 到会来做一个说明之外 也要坚决地表达我们凤林正名代表会 所有的代表针对浦丰公司在凤林设置 这个畜牧场 这个养鸡场的各项是一个反对的立场 凤林正公所也说明表示 一本案审查核定与执照发放权都在花林县政府 而所有文件均由花林县政府来核发 凤林正公所无权核定 第二凤林正公所已经向花林县政府表达反对设立养鸡场 第三凤林正公所上个月也接获了凤毅礼与大荣礼民的陈情后 也已将地方反对的意见转送花林县政府 一旦相关资料就被向森所提出一部长生计证 森所就把民众人民的申请案件转送县政府 做实质的审查及核定 第三 与关一班允许使用的申办程序 申请人依据申请农业用具做农业设施 允许使用提出申请 公所在接获民众申请农业用具做农业设施允许使用之后 依据申请农业用具做农业设施允许使用审查办法 初步检视申请文件是否齐全 同时含请相关单位检视申请文件 如各单位审视后无意见及资料齐全 我们就依照审查规定 转送县政府进行审查核定 公所在这个案件上 把各单位审查的结果 告诉县政府并没有填出任何意见 养鸡业者在凤林镇引发居民反对机场设立的主要原因 在于养鸡场有造成环境污染与疫情流行的疑虑 并且也担心会破坏当地既已奠定的有机农业产业发展 希望该公司可以重新考量养鸡场设置的适切性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